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好声音 被独派人去抗议 然后有人去捍卫 那些人通常被判有罪啊 那些去闹场的没有人有事啊 各位不相信你看 台湾不是有什么四位公里争议 台湾能够讲四位公里争议 只有我啊 其他人哪会讲 各位我讲是不是这样 台湾有多少演唱了一年 在中国大陆 现在任嫌棋也要办了 有多少城市都已经安排一整年了 他会不会有人说话你会 我讲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的仇恨 因为民进党执政 因为这些人每天 故意在宣传 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 大家看 不用看了 自由时报那种报纸不值得看 看了会变笨 这报纸 他也不叫报纸 我也不当杀 是个媒体 就是昨天 台湾激进党 他们开记者会 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女子 她买了一本书啊 中国会不会武力清台 或什么之类的 她说马上就接到电话 对方抄大陆口音 说中国一定会无同你 那他们认为 因为他在成品买嘛 所以认为成品书籍泄漏了 我们那个 那个mother mother都从宇宙做那个 数位发展级啊 马上要求 成品今天必须到 数位发展部来说明 为什么你各自外泄 各自外泄 我们数位发展部 实在是一群可耻的人啊 你们这些人要不要脸啊 成品各自外泄 已经外泄好几年了 因为一通这桶电话 然后你就马上要求 成品今天之内 一定要到我们数位部来做说明 你谁啊 数位发展部 是畜生部吗 柯文哲的儿子 到成品 去买 我也有朋友啊 到成品买 各自外泄 大家记得那时候各自外泄 包括多少慈善团体啊 政府有没有积极查办 没有 今天因为一个台湾激进党 说我买了一本 说中国大陆会不会武力换台 我就接到了电话 然后他们就马上出动了 各位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这样了 我们整个垃圾政府 畜生政府 在那个垃圾总统带领之下 他们只替 独派的人服务啊 各位我讲这个公不公道 他们只替那些独派的人服务啊 他们就是要搞选举 把他弄成这样 各位 那柯文哲儿子被骗了多少钱 他诈骗电话 他到成品买出 各自马上外泄 对象打出来说 哎 柯先生你那时候 刷卡那个是错了 那个数据等一下扣下来会怎么样 你必须再去按 那 到柜研机啊 到提款机那边去按 结果他就被骗了 被骗了十五万多啊 柯文哲那时候是台北市长 大家不相信大家上这个新闻啊 去看啊 连柯文哲儿子都被骗 因为到成品买出 不只成品 非常多的慈善团体 各自外泄 我们政府在哪里 畜生政府只会搞选举 只会搞政治 你们的成立只是保护那些独派啊 各位我讲 今天台湾 让人家生气就是生气在这里 每个人的人权 每个人受政府保护的那个不一样 看你的颜色 对不对 蔡英文你是出生吗 令人家生气 到爆啊 各位 我讲这个是不是大家自己原来的感受 总统府 找魔兽赫华德啊 那个黑人他球星很高的那个 对不对 拿到总统府来 说可以到总统府来住一晚 哇赫华德好高兴哦 真的可以住吗 结果接待他不是蔡英文啊 是要选总统的赖清德 赖清德说对啊 这就是台湾很民主的地方啊 好好笑哦 请问中华民国的国民可以到 我们的总统府去住吗 因为赫华德是一个球星 所以 借着球星来帮赖清德拉台 对不对 说法都别列啊 赫华德 到总统府住一晚 文化总会出钱 他是一个球星 他有经纪人啊 他的经纪人受访说没有错 我们是要 我们当然是收钱的啊 结果赫华德 在里面讲台湾这个国家 讲两次啊 被中国大陆的网红 的小粉红抵制啊 所以你以后不要到中国大陆来 你在台湾 帮民进党政府搞台独 我也不 我对赫华德我也不熟悉啊 但是 我觉得你让一个国际的球星 减入了台海的统独 那 那只是为了你 民进党的嫌疾 而且花的是国人的钱 各位朋友 赖清德不是操守很好吗 赖清德有什么屁操守啊 有没有羞耻心 赖清德你实在是 每天讲哎呀 自己形象怎么样 你有什么形象 等到嫌疾接近的时候 我会随时提出一些资料来羞辱你 我讲羞辱 我讲真的 因为我 我讲的东西是真的资料啊 到时候你被我羞辱 欢迎你去告 欢迎你去告 我会谎告回去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人 大言不惨 用国家的钱 做自己的嫌疾行为 是不是 用一个数位发展部 然后说 我们有个台独人士 又买了一本书 接到人家的电话 一定是你们各自外泄 哦 是 那他各自外泄已经很多年了 成品书店 外泄已经很多年了 有那么多人受害 你政府不闻不问 今天有个台独人士 一说我接到一个天 你也没被骗啊 那么多人被骗损失财务 你也没有损失什么啊 你就损失了各自嘛 各自现在在台湾 被外泄太平常了嘛 对不对 我们内政部 2300万人的各自都泄啦 两个月前天下杂志封面就泄啦 15万就可以买到 2300万人的各自 各自太容易泄了嘛 可是政府也不闻不问 然后 时代力量 的邱显志直问好几次 从西郭勇当行政 当内政部长就一直被他问 邱显志现在是 他是个律师啊 我跟他交手过啊 他现在是 时代力量的立委 前一任的党主席 他问 那你这个政府到底在干嘛 这我说我们 两个人给你 给你回答 我们去调查 结果部长下台了 不了了之 各位可以这样吗 台湾 最不堪的就是每个人的个资 政府都会帮你外泄 政府都会帮你卖出去 政府 用的那些官员帮你卖出去啊 他们哪大好处啊 是不是 大家记得 健保署 的主秘 还有里面两个官员 把他卖出去啊 我们 有哪一个人的资讯 是秘密啊 在这样的政府之下 我们这个数费部 只会干嘛 只会帮台独服务啊 这些人有没有羞耻心啊 唐红小姐 你还在混啊 我老实讲哦 我看这些人 我非常看不起 数位部头 次长到立委员执行 站着打瞌睡 那已经到了 悔一首诗 还说 我因为眼睛比较小 各位 在民进党里面当官哦 你就是要很厚脸皮的去 厚脸皮的去 针对外界的质疑 媒体 厚立委 你只要很厚脸皮 民进党就喜欢你 所以一个人可以 可以这样 厚脸皮的硬拗 这才是我们民进党要的 民进党真是一个 超级不要脸的畜生党 民进党畜生横行 你有哪一个是讲道理 民进党人我认识很多啊 他们每次都不知道 董哥你都把我骂得那么难 我这里面的畜生党 不要脸 气得要死 气得要死 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我讲哪一样不是事实 我挤出 具体的立正嘛 民进党怎么可以 不要脸到这种地步呢 可是他们无所谓啊 他认为因为够败数的 台湾人是不要脸的 所以我们只要不要脸 这些不要脸的人 自然挺我们 这样讲也没有错啦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 个忘恩入义 恩将仇报的不要脸社会嘛 台湾本来就是这样的社会嘛 所以他们觉得说 反正台湾人本来不要脸人都 我们就争取这些不要脸的人 我们就够败数了 是啊 是啊 台湾有什么试贿 有什么试贿 没有啊 台湾有什么试贿 不是吗 你今天看 我们两岸 现在弄成这样 是民进党所故意 行诉要造成的 因为他造成对他选举有利嘛 所以我今天 讲新闻我从 我就从 我刚刚看到的新闻 五月天的票在北京被抢到 被黄牛抢到 表示他受欢迎受到不得了 他在台湾很受欢迎 那北京 北京那个 那个不用讲 那鸟巢那个都大 大家不用讲 那是奥运的场地啊 对不对 还不受欢迎 任贤旗 哇 每个城市去演讲 怎么受欢迎 大家看嘛 为什么可以造成这样的结果 因为我们以 我们 纯熟的艺术 歌艺 受到人家喜欢 没有党派 没有颜色 中国大陆没有婚女颜色 你歌唱得好 要是大陆的团体到台湾来 婚颜色 这中共 哎呀 抵制他 去抗议 去丢石头 不是吗 赖青人 后脸皮还告诉 魔朔赫啊 这就是台湾民主自由的地方 台湾有什么自由民主啊 要不要脸啊 台湾跟北韩差不多啊 台湾只要碰到统派的 他可以主张统啊 你可以主张独 他就可以主张统 这世界上 应该是这样才平等啊 对不对 台湾你只要是统派的 你没好日子够 民进党天天 叫检察官找你麻烦 什么麻烦 限制出境 国安法起诉 我们的检察官 有多少人 百分之九十几 是民进党的狗 出身 然后呢 把人家限制出境 把人家起诉 然后最后 判无罪啊 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可是这检察官就升官了 民进党 所养那些垃圾报纸啊 其实垃圾报纸 就那几家嘛 大家都很清楚 那个老板就是 就是一个畜生啊 他们就那几家 垃圾电视台就开始 哇 这个人怎么样 那后来他判无罪了 你不要去问这个检察官怎么样 这检察官有人强概念吗 台湾有什么自由民主吗 台湾政府本来就是一个畜生政府 还有什么自由民主 因为他只看颜色啊 各位朋友 他只看你是男是利 检察官只要碰到你 你不是利的 你哦 你统派 你叫王秉忠 我就起诉你 他现在判无罪呢 检察官不要站出来 现在台湾谁知道检察官是谁 不知道啊 关照生啊 对不对 各位我告诉你啊 今天在台湾最没有示威的就是 我们只要碰到 跟颜色有关的 整个社会 整个媒体 整个司法 然后通通的不公正 然后习以为常 结论 本来就应该这样 这台湾会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吗 台湾什么时候自由民主够啊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绝对没有 对不对 台湾有什么自由民主 讲给我听啊 台湾所有东西 都在为民进党的选举服务啊 过去现在都一样啊 对不对 民进党就操作啊 你现在去问他 向心为什么不能出境 他们都答不出来啊 当初用国安法把人宣制 结果他国安法被判 被两次不起诉啊 他还是不能出境啊 这什么政府啊 我们这政府之龌龊之下流 已经到了 满朝 看到了下三难 每个人都在玩这种把戏 我有潜力 我就用来对付你 对不对 我有行政权 我有司法权 我就用来恶整你啊 你今天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府啊 我讲了每个案例哦 你不要想说 这个就个别案例 不是个别案例 太多了啊 向心一个 周鸿熙一个 王炳忠一个 胡汉廷他们都是 他们被限制出境 我们不知道啊 因为你不是当事人 觉得说这没有什么不方便啊 那他当事人 他觉得我很不方便 我不能出境啊 我们现在看到 整个台湾社会 那种寡连贤子 已经到了满朝 文武 然后大家都 其以为常啊 可怕就整个社会没有感觉 我们这社会没有感觉啊 他觉得说 因为不是我嘛 媒体也没有做 你就不感觉有多怎么样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马航九当总统 到国民党已经显殊了 民国90 民国105年的三四页 那时候新的立委已经上任了 民进党在立法院勾办 可是马航九还没有交接 要520才会交接 我们一堆骗子跑去 非洲的肯亚 主诈骗集团 被警方攻坚啊 当地警方攻坚 要把 把这些人逮捕 要送到中国大陆 因为他认为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我们前提 立社的委员 所有全部出来羞辱马航九 没有国家尊严 然后把骗徒 马航九 要求中国大陆 把这片图 送回台湾 多数都无罪 都开饱 都开示 台湾的无耻 已经到了非洲的那个 而且这些人 受到民进党政府 恶意的包庇 民进党政府是 全球最大的诈骗集团 恶类 憋类 畜生性格不改 把他们那些小的诈骗集团 骗人家钱 然后把他弄到台湾来 用整个政治影响力 结果马航九 105年 520卸任了以后 我们的诈骗集团 骗集世界各地啊 大部分被抓到 都送到中国大陆 没有人讲话啦 那些畜生立委 畜生写者 畜生媒体 他能跑去哪里啊 因为不是马航九执政啊 各位好不好笑 所以算你们倒霉啊 你们就送去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 监疫条件比较差 那你们活该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同样的 碰到民进党跟国民党 是不一样 我们整个台湾社会 不是病了 因为我们整个台湾社会 从头不要脸到 到大家 大家认为理所当然啊 民进党想干嘛就干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社会 不是这样的样态吗 同样的事情 然后民进党做都可以啊 你有看到什么 摄影团体上街头吗 蔡英文执政这七年 你有看过什么上街头吗 没有 因为民进党执政啊 摄影团体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是民进党养的狗啊 他们是国民党执政才会出来费 民进党养的时候 他们就分到了 肉骨头啊 台湾哪有什么摄影团体 我过去是跑摄影的记者 我看了都吐口水啊 他们要碰到我都被我骂 你们你们这些人要脸吗 我们过去在当记者 帮够这些摄影团体多少亡啊 现在每天被我羞辱 不敢讲话 我说你们实在是 对不对 你们不要叫 叫摄影团体好不好 你们改做畜生团体好不好 畜生 养葬民进党 喂你什么啊 今天民党拿国家的资源来喂养你们 你们就不抗议了 各位你今天看到情况是不是这样 是啊 以前我们马航九执政时候 动不动几万人上街头到总统前面 民党执政以后就看不到了 大家都很满意啊 各位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氛围 人有没有羞耻心有没有自洁啊 对不对 国际原住民 很多人挺民进党啊 又民党同意原住民的土地 转型正义啊 现在蔡英文执政七年了 有土地有转型正义吗 原住民歌手 巴赖 跟他老公在那边抗议 抗议没多久被移走了 你不能在凯达克兰大大 他为什么不能 马航九时代我为什么可以 你现在是蔡英文当总统啊 你是支持蔡英文的巴赖啊 把你移到旁边的派出所 就近抗管 抗议有什么用 最近 还有人讲台中有个学者 都支持原住民转型正义 原住民有什么转型正义 讲给我听 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因为他要的是土地耶 把土地还给我 这土地是我祖先的啊 你转型给我看啊 你也没收到啊 台湾的原住民是最单纯啊 因为我住够 每一个族的部落 我住够啊 跟他们住够 我过去采访 我很喜欢原住民 可是他们太容易被骗了 那现在呢 现在只好继续被骗啊 谁叫你们相 我跟你们要不要先讲一下今天有什么行程 我今天会上的庶民大头家 好 四点 四点 那我们先把 中式 上礼拜五的先念完 我们从 亭西隆开始 是亭西隆 马来西亚 好朋友 谢谢他给我一张漂亮的组合 还有丙隆 谢谢丙隆 非常感谢 丙隆 他常常没有留言 但是我 非常感谢他每天来 每天来 然后张 张淑文 谢淑文 他都给我搭搭一笔 他都董哥最懂 台湾有董哥让大家一起当年民 民进党 的回力标啊 没有错 民进党就是一个出身党 可以这样讲 然后谢淑文 董哥最懂 他有再次的董内 是 他都 我是一股正气之流 其实要很多 朋友来支持我 所以我非常拜托 你如果觉得小董讲的 吭枪有力 而且我讲的每一样都是 铁正如山 这才是公平正义嘛 大家来做对照 所以你如果觉得我的言论不错的话 请 请订我们酒吧新闻台 把它转给 你的朋友 就说 这个人的话 你听听看嘛 你不管喜不喜欢 他的国语标不标准 不管你怎么样 那听听看内容 谢谢张淑文 台北的天空 Amy 是Amy你来了 谢谢 非常感谢Amy 他是一个支持我的老朋友 谢谢 好 然后柯小姐 这是今天的 是柯小姐来了 柯小姐 菲地宾的柯小姐 非常感谢 是 那柯小姐归一阵子还要来 那 非常开心 她身体很健康 谢谢 然后 GinoGino GinoGino给我 给我们独类 谢谢 好 我们准备还现场咯 全世界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吧 欢迎小董真心话 明朗之阵 他们常会做这些很漂亮的东西 林志坚 郑文燦是里面最明显的例子 他们盖很多建筑 是为了 为了让人家来拍照 所以你拍了就好好看 哇 我们金门 有一个房子倒塌 后来镇鲁就把它倒塌房子 因为屋顶倒下来 老房子 那种老房子 因为以前是靠木头做梁的 你只要摆连 不要摆连 下几场椅 因为它 就很容易从 所以倒塌都是从屋顶倒塌的 不是从墙倒塌的 因为它上面承受不了这个重量 我们金门金沙镇 有个房子就倒塌 倒塌后来 倒塌很多年 没人理他 因为这种老房子太多了 有些 因为你这个屋主的后代 已经到台湾 后出国了 他就不理他 反正算了吧 我要整修 我又不可能回来住 对不对 那我祖先排位 也没有放这里 没关系了 所以就变成这样 后来镇鲁就把它打扫一下 然后把它刷个颜色 结果既然有一个特殊的美 所有网红到金门来 所有游客到金门来 因为我们金沙 金门的金沙是一个很美丽的村庄 它那边有很多传统的 整个金门都美丽 每个乡镇各有它的特色 那金沙这里很多宗厨的 宗厨的那个祠堂 很传统 我们的金门的庙 你在这边看的都是富丽堂皇 哇 很多种颜色 对不对 我们金门的那种祠堂 我们祠堂是黑色的 你知道吗 我们就涂黑色的 很庄严树木 就涂黑色 真的吗 是 但它也不是全部黑色 它是一半黑色 所以那个祠堂 就是很传统的 你又看了会觉得 没有什么 弄得很花俏 各种五颜六色 没有 那我们金沙 最有名的 是一家卖烧饼 你只要走到金沙 问任何人 他讲说我要买烧饼 请问怎么走 他就会指给你看 那另外呢 网红最喜欢来拍的是哪里 就是我刚刚讲 那个烂调 清扫干净的房子 剩那个墙跟地基 那个墙也是歪歪扭扭 把它七个颜色 大家都来拍照 所以你只要上网 各位朋友 你现在只要上网 写金门摩洛歌 他知道摩洛歌啊 那个图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这地方拍起来好美哦 所有网红网美 去金门玩的人都拍 为什么 这个就是概念 画腐朽为成神奇啊 那个明明是个破掉的房子 可是你会让他拍起来觉得好美哦 就好像在摩洛歌啊 对不对 哎呀真棒 北非的天空 北非天空 你只要再把天空颜色带进去 是蓝色的 哇 真是漂亮啊 各位怎么会变成这样 是啊 所以你只要写金门摩洛歌 然后 看他的图你就会发现 怎么每个人拍起来都那么漂亮 有多少 小姐少年 或者夫妻在这边拍 哇都是很美的景 哎那个地方 一点点哎 不到二三十平哎 每个人就照这个角度下去拍 哇好美哦 各位朋友 这个就是网红网美的概念 民进党在 民进党执政就是在专门在做这种事情啊 告诉你这种事情啊 所以林之间的建筑 郑文燦的建筑 你可以看到 杨梅七公所 桃园从改为直辖市 他所有的行政区啊 各位 各位过去那种乡镇哦 全部改为七 所以你可以看 譬如说过去大西镇 现在改为大西 七 那过去的桃园市 过去的桃园市哦 现在改做桃园区 因为桃园市已经升格 由线变为直辖市嘛 所以这个要弄清楚以后 你就知道 有如足七 有中立七 每个都叫做七 杨梅七啊 杨梅七 大家知道杨梅嘛 杨梅以前是个驿站 驿站就清朝的时候就驿站 你知道清朝 清朝因为 新竹厅啊 你要去办公哦 你要家里办很多事情 要去办公 因为台北市的层级比较低啊 要去新竹办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除非坐马车骑马 或者走路 那时候的人 比较纯朴也比较穷啊 没有火车啊 所以他们就用走路了 多数的人 百分之九十几人都用走路的 那你从台北要去新竹办市 走路过去 一天到不了啊 你一定晚上要找个地方睡 这个就是驿站啊 旅馆啊 那这个有旅馆 你才有办法 晚上睡饱吃饱 然后第二天再走啊 那 依照一般人的矫程 走到新竹 要两天 晚上要找个地方睡觉 依照 一般人的矫程 你走到的地方叫什么 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现在叫做中立啊 因为它在中间啊 中立就是驿站啊 各位懂不懂 所以你走到这里就是 中立就是走到一半 所以大家都很习惯了 晚上到中立打个肩 然后第二天继续走 到新竹去办 办完再回购头来 你又来这边 可是有的人走得比较快啊 有的人走比较慢啊 你从台北 你说我晚上要赶去中立 那明天睡一觉 明天再去 来不及啊 我走得比较慢啊 没关系 中立前面有个地方叫内立 就是你的腿 你的腿层比较短 你还没有办法走到 那 还好前面也有一个叫内立的地方 也可以让你来打肩 你不用赶内路啊 那你如果腿层很快呢 我比别人走得快啊 我已经 我到中立的时候 天还亮着 我要继续走啊 我要把握时间啊 对不对 以前没有路灯啊 我当然是把握时间 我再往前走 往前走 要走到哪里 你也没办法 一下就走到新竹 他前面也有个例 叫做杨梅例 所以 我现在讲大家听懂了吧 我们桃园有三个例啊 本来一个中立 他前面有一个腿短的人可以走 内立 腿长的人就到杨梅例 现在杨梅 很发达啊 杨梅 七公所在盖的时候 你知道 有一次淹水啊 七公所浮起来了 小董你要讲神话 我不骗你啊 浮起来九公分到四十五公分 各位朋友 你不相信的话 你Google去雅虎搜寻啊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在盖的时候 没有做这里的地下水的调查啊 结果下代地下水往上湖 七公所就被抬起来啊 各位朋友 你想 啊 难以想象 是没关系 请你上网 那这个是其中一件啊 这是桃园啊 那 那 林之间的 他就不用说了 他几乎每个什么运动场都出问题 棒球场当然最有名啊 这棒球场只棒过两场比赛 有一堆球员受伤啊 他没办法滑了 太滑就受伤啊 他们把他做得很美丽 预算从三亿 然后再借着前瞻计划 把他搞到十二亿啊 所以他们为什么不敢让高宏安当险 因为很多东西会被查到啊 然后他们盖了足球场 足球场有盖两座哦 一座是练习场 一座是比赛场 通通没有用过 已经盖好五年了 林之间 林之间当八年 盖好五年了 没有比赛够啊 各位 为什么 因为上面很多 很多建筑的废图嘛 你要是摔倒的话 上面那些废砖头 对不对 那个很伤人的啊 所以那个废图一看就知道啊 前阵子他们又去查了一个 新竹竹风蓝蚁嘛 新竹 放风筝很有名 放风筝要靠风啊 所以新竹有个 前台仅有的 叫做风筝厂 每年都会办 每个地方你要有特色啊 金门像我们现在办城隍爷 我们每年都办 金门城隍爷是 金门很高的信仰啊 农历4月12 我们现在义活节 4月8号 对不对 所以马上就开办了 金门的那个 我那些朋友同学说 你等一下回来 我说 因为礼拜二啊 我们今年4月 你不一定会碰到时候 但是他是农历啊 所以是礼拜二 我说礼拜二我没办法回去 不行啊 一定要来那个 我说如果 周六周日 或许还可以啊 因为有时候 大家时间要配合一下 那礼拜二 我因为又有中广 又有 又好几个那个 好几个单位的节目啊 但是我讲这个 你就可以看 大家都要做特色 新竹要做特色 风最大 竹风难以嘛 所以办风筝节 其实其他县市也有办过 也都蛮好看的 以前认识一个风筝大师 哇他做的真是活灵活现 那可以看到了 风筝节 高宏安上了以后 发现说 这个风筝上面的表面啊 已经被发现很多是 废气建筑啊 来这边请到的 所以他们就去开挖 那民进党那些议员就说 查无部啊 新竹市政府 今天发一个声明说 那个不是我们的意见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 都是废气物的 建筑废气物啊 不是查无部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 做调查 我们做行政调查 然后会把他移为司法调查 哪有什么查无部网 民进党现在赶快要去掩饰啊 各位你随便看都知道 几乎查哪一个地方 就会发现哪个地方 都有问题啊 不是吗 你看他官邻狗小 小朋友要去跟 学校 学校小朋友要去跟人家借厕所 这真好笑 没有运动场 运动场跟停车场放在一块 小朋友 运动的地方上面有停车阁 你就觉得怎么那么荒谬 而且一个小学盖十几亿 都是那种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 但是他拍起来都很好看 所以民进党做工程 要好看 要网美可以打卡的 然后你来新竹就来这里拍一张照 PO给你的群主 哎呀我到了哪里了 好就是照这样 到金门请别忘了去金门摩洛哥 王美 我们要进走喝水 好谢谢 我们刚刚念到家府 是 谢谢家府非常感谢 听真心话就不意愿 谢谢家府每天都来 抖内我 有时候都 好几次的抖内 还有 一大雄 谢谢大雄 非常感谢 大雄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很感谢 那是 道阳道阳来了 他董哥的好文 史燕伦带着中研勤侠共户国难 是有忠义之气 笑里白琼代表一种行业 大家也知道 殡葬业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个怎么样 就是 我借着黄敬雄 编荧州大如侠之国 来讲一个台湾的情况 那当然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非常有意思 谢谢 张淑芬 是 谢谢淑芬又来了 他要董哥最懂 台湾不饮水食言 从没想过 今天台湾是多少了 前人中枢 后人成娘的思维 真的很生气 谢谢淑芬 谢谢 其实真的就这样 那宋丙荣 谢谢丙荣 他给我昨天非常感谢 没有留言 还有文森旺 文森旺 这个政府真的是叉叉叉 是 他说 YT不让我写他两个字 没有错 董哥骂得好 董哥喝水 谢谢 然后谢谢 李哲林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还有道阳又来了 谢谢道阳 非常感谢董哥的一篇好文 那 他引用我 写这篇文是NBA的火箭队 总经理莫雷 那在推特 支持香港反送中 被大陆抵制 那个过程 是 还有 卢庭阳 是 谢谢卢庭阳 谢谢你来的 谢谢政府 神圣 罗马帝国那样 既不民主 也不进步 没有错 神圣罗马帝国 既不神圣 也不是帝国 更不在罗马 谢谢 我们准备回现场 欢迎小董真心话 各位好朋友 其实你有时候看 在台湾新闻 持续的不断 那我们 做我们这个行业 很多人叫新闻人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有非常多的人 有的人已经退了 那有的退了 他转了 譬如说我过去当记者 那我现在转为评论 我们一个新闻 里面最主要就是 新闻本身 或者评论 什么叫新闻本身 譬如说今天 恶务战争发生了 这是一个新闻事件 那你要评论 这个 为什么 乌克兰 总统 昨天见了德国总统 跟德国总理 然后又怎么样了 对不对 见了马克宏 法国总统又怎么样了 对不对 你就要去分析说 他背后是什么意思 因为新闻本身 你看新闻本身 他没有呈现 所以他有一个解读的 空间 这个解读你要看 他背后的意义 这个就是评论所存在的 那所以 媒体一般来讲 分两部分 就你一张报纸打开 里面多数是新闻 可是他有几个大的框框 社论 社论代表 他报社的立场 联合报社论最好看 中国时报也不错 那另外那个 就不用讲了 他也不是一份报纸 自由时报在我眼中 也不是一份报纸 因为立营的 他们有这功用 那你要看 大家都会操作 所以操作有时候就很 很堪玩味 我们很多媒体 退下来的人 他们很多人会去帮人家 打险战 那有人就经营一些公关公司 或怎么样 都会有 没关系 因为你退下来 你觉得我 我有一技之长 我懂得哪一方面的专长 所以我去帮人家 这都是无可或非 本来就是了 所以这一次 你看国民党在先级 很多媒体人 去帮郭台铭 这也无可或非 那他们的 有一些操作就很明显了 譬如讲 郭台铭去见柯文哲 联合报就登出来了 联合报是我老东家 我当然联合报的人 我非常熟 然后登出来 然后登出来 大家都很吃 哇 你看 郭台铭是最有蓝白盒的架势 对不对 你看连柯文哲都跟他碰面 结果第一天 问柯台铭 郭台铭阵阵营不讲话 郭伴不讲话 那去问柯文哲 柯文哲因为他也要选总统 所以他被问 他说有啊 他要来拜访我 没办法啊 晚上啊 十点啊 结果他来的话 做半个钟头 我跟我老婆 陈佩奇讲说 你先去睡觉 去休息吧 我们两个来谈就好 就这样 那柯文哲证实有了 然后记者问说 这消息怎么是这样 柯文哲说 我不会对外讲 我老婆陈佩奇也不会对外讲 那是谁对外讲 那是郭台铭嘛 郭伴把消息丢出去 然后其他媒体来问 不讲话 这个就是一个媒体操作 各位懂了吧 这个就是一个媒体操作 那其实是他丢出去的 他要让他发笑 表示说你看 你看柯文哲都要降我 我才有蓝白盒能力嘛 好 昨天呢 联合报又独家了 郭台铭见到了韩国一啊 其他媒体没有啊 那表示什么 以我的秀杰经验 当然联合报 跟郭台铭这边就很熟了 郭台铭会丢一些东西给他 好让你报独家 那联合报呢 被认为是比较 亲男赢的媒体 对不对 所以这样报出来 大家就 哎呀你看 郭台铭 那时候扯韩国一后的 像韩国一既然还跟他碰面 还 还帮他 对不对 我要把氛围做出来 各位懂了吧 韩国一前几天 他的阵营还传出来说 显前哦 不见郭台铭也不见郭友宜 现在只见郭台铭呢 那意思是不是很清楚了 各位 这个就是操作啊 他们还有照片 今天联合报头版 韩国一 郭台铭 合照啊 各位 这个就叫做操作啊 操作其实我也很会啊 但我从来不去帮人家弄这个 为什么 因为险级有时候 别人把我讲过的话 拿去操作 我也没办法 我讲过的吧 那当然啊 有时候操作以后 它形成一个结果啊 比如说我曾经在节目上 评论一件事情 我说啊 这险级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 有一方的候选人就把我那钱了 拿去操作了 操作以后来它显赢了 那显出那个 跟我 很要好的多年朋友 很气啊 显后也没有再联络了啦 显后跟我也没有再联络 那 我做评论 我当然要承担所有评论的结果 我不能只顾虑到个人的交情啊 因为我 我看到是一个大吉啊 各位朋友 我看到是一个大吉 谁当选对我都不会有好处啊 哦 马行九当选对我也不会有好处啊 对我只有坏处啊 我要捡钱给他啊 对不对 对我只有坏处啊 他也不会请我吃饭啊 也不会请我吃一个便当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看了一次个大吉 我不要两岸变成这样 兵凶战危 哎不要你们嘴巴只是在讲 我讲 那郭台平操作很成功 我讲的就是他很会操作 但有些也不成功啊 他永远只找台 台独的电视台在帮他做宣传 这个很好笑 这个就很好笑 他每天拥抱台独电视台 把钱给 广告什么给台独电视台去转 然后自己自得其乐 说他每天办什么活动 要唱中华民国狗歌 好好笑哦 你知道这家电视台 怎么羞辱中华民国吗 你就是为了选举嘛 我讲就是这样 为了选举可以扭曲啊 然后现在讲 哎呀中场会哦 有够办数是挺他啊 朱立伦别想拗啊 你要真招了如果不是我 我这够办的中场会会来反对你 好好笑哦 各位我看这东西都觉得很可笑啊 郭台银当年怎么骂中场会 万年中场会 各位去上网 连画片都有 影像的画片都有 对不对 骂人家 万年中场会 腐败中场委 现在说哇中场会都挺我 国民党中场委我太熟悉了啦 国民党中场委我几乎也都认识啊 国民党中场委有用吗 他能代表什么样的名义吗 我有时候跟很多朋友讲 我说你要弄清楚哦 虽然我跟国民党很亲近 我过去跑国民党的记者 但是我告诉你 国民党很多东西是跟 台湾民意是脱节的 最重要是 主席 是党员选出来的 中场委是党员选出来的 可是 国民党的党员跟社会是 有很大漏差 所以你说我党员就代表民意 不是那是党裔啊 可是这个党 他很多东西不见钱的 我为什么讲不见钱呢 国民党的党员 现在大概37万左右 我讲 40岁以下的人 只有3%你知道吗 所以他是一个老龄人口 他里面有个规定 以前规定 就是说70岁以上的人 不用缴党会 所以70岁以上的党员数 就很高 就很高 我不用缴党会 我不用付出 我有投票钱 我有什么 我都有啊 那敬老尊贤 后来有人提议啊 胡志强就提议 应该改为65岁 所以现在65岁以上 不用缴党会 那就更多了 可是他是一个比较老龄的 这些老龄的都是 我很尊敬的 我不是讲年龄啊 我也不是讲那个 但是 我在讲就是说 你跟社会的 年轻人的想法就 会有落差 这些人多数 也都是我听众朋友 我平良心讲 但是我要跟我们 听众朋友讲说 我们的想法跟社会上 有一些落差 跟年轻人有一些落差 所以你选举要怎样 选举不能只靠 这些人的票 这是我从来就一直讲 我们要去征请 年轻的或者中年的 不同结构 不同选民的 对不对 甚至潜力的 利盈的我们也要征取啊 选举本来就是这样啊 利盈的人 他要是日子不好 他觉得 哎呀都是因为 中国大陆两岸什么搞成 那我告诉你 你想国民党的人 两岸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嘛 对不对 那那你就可以 不用花那么多钱 去买那些武器 武器你又不敢打对方 那你买好玩的啊 那这些钱 为什么不用来帮助弱势 或者帮国家制造更好的经济环境 对不对 讲来 讲来是一个道理啊 那民进党为什么不做 民进党认为 我只要采取对抗 像当年的反送中这样 然后 过气的 蔡英文是辣台呗 赖清德是个辣台歌 他只要把氛围注出来 对他有利 所以民进党一直在玩这套把戏嘛 那你国民党现在要怎么样 你要找出来这个人就说 我要 去吸纳更多人的票 尤其 胜利的 那些险妻 南部啊 那你要看 要怎么样的力量 的人出来 好 董哥我们还有一些朵内要念完 刚刚念到陆丁耀 陆丁耀 谢谢陆丁耀 非常感谢 政府就是神圣罗马帝国 不是帝国 不在罗马 不民主 不进步 更不是党 对啊 他不是民主进步党 他们都违背了这些东西 简单讲 陆丁耀我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畜生党 民进党就是一个畜生党 好 谢谢李道阳 道阳来了 他有用董哥一篇文章写 周宏旭胡安行以后 林静廷意犹未尽 林静廷就是那个被我天天 弱骂的那个检察官 他起诉一堆人不给人家出镜 结果所有人都无罪 林静廷就是民进党的打手检察官 简单讲 然后通一杯 是 谢谢彭先生 是 那 他做的东西非常好吃 他就董哥息怒 没有错 我们当然要用 现在反正睡觉最少的 来支持民进党 无奈 没有错 台湾就是睡觉最少的人 都在支持民进党 民进党把这些东西拿去做 他们的装脚 的施舍 还有放自己的荷包 阿里克斯 谢谢 还有 是 文林 刘文林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慈力 谢谢慈力 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